看广州车展来汽车之家 追星车看直播拆车架 瓜分百万毫里 在我身边这辆呢 就是宝马的全新纯电动轿车 i4 之前他们推出过i3 但我认为这辆i4 才是真正意义上宝马第一辆 纯电动运动轿车 i4一眼看过去确实有点像四系 但其实在细节上 还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区别 蓝天白云的logo旁边多了一圈亮蓝色 然后就是一个半封闭的中网 上半部分有摄像头 下半部分还有A-DAS的一些传感器雷达 激光大灯应该是选装 我们今天这辆是40i的M套件外观版 它和普通版本 之前官图放出来的最大差别 就是下包围以及雾灯区域的一个装饰 i4的长度和4系非常接近 4米789 然后轴距是一样的 2米856没有做加长的处理 宝马的另外两个传统对手 还没有在这个级别布局 纯电动的中型轿车 而中型轿车又非常适合做运动车型 这是宝马的强项 这个19英寸的M套件轮圈 也非常的精致 轮胎方面选择的是米其林PS4系列 前面245宽度 后面255宽度 是非常运动的 并没有选择电动车那种节能轮胎 车尾的造型和4系保持高度一致 虽然下包围没有了双出排气 但是这两个非常有战斗感的扩散器设计 也是非常抢眼 进到车内 第一感觉确实和4系又非常的像 但当你正视前方的时候 这条贯窗的双联屏一眼就能让你感觉到它和其他宝马有所不同 这两块屏幕的尺寸分别是14.9英寸和12.3英寸 中央扶手区域有蓝色装饰的启动按钮跟挡霸 值得一提的是它已经换上了最新的第8代iDrive系统 iDrive 8 不过今天时间缘故我们就不能详细体验了 大家可以关注七二家技术频道 我们的同事会带来iDrive 8系统的深入使用体验 那我们再体验一下它的乘坐空间表现 首先前排现在是我比较正常的驾驶坐姿 坐已经是最低 大概有个四指 没有一拳那么多四指的头部空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乘坐表现 那么后排空间稍微有点局处 我是1米78身高 然后腿部大概只有一拳 头部两指的样子吧 因为这样子下面有电池 又是6倍的设计 所以后排乘坐还是稍微没有那么宽敞 不过后排它配备了独立的空调 而且有两个Type-C的电源出口 配置倒是还算OK 动力系统方面相对低配的eDrive 40i 只有后桥单电机 但数据不低 335马力 430牛米 百公里加速只要5.7秒 这种数据关掉ESP 一脚垫下去就可以开始飘移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高性能的M50版本 双电机 539马力 795牛米 百公里加速3.9秒 目前还不知道它会不会像Model 3 Performance 那样有可以完全后驱的飘移模式 爱四无论高低配版本 都是搭载80.7千瓦时的电池 这辆140 Drive版本 WLTP工况下的续航里程是590公里 最后总结一下 虽然爱四是BBA里面 最早进入中型纯电轿车这个市场的车型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霸主 特斯拉Model 3 它的价格和性能都非常有实力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试一下这辆爱四 看它能不能真正挑战一下Model 3的地位